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慎重的我们来念这一段的经文 马可福音第九章 我们要从第十四节开始念 一直到二十七节 十四节开始 让我就念给主位 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领受这段话语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 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 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 众人一听 一见耶稣都甚稀奇 就跑上去问他的安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 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 夫子 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 他被哑巴鬼负责 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 把他摔倒 他就口中流没 咬牙切齿 身体枯干 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 他们确实不能 耶稣说 哎 不幸的世代啊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他们就带了他来 他一见耶稣 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 倒在地上翻来覆去 口中流没 耶稣问他福听说 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 回答说 从小的时候 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 要灭他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亲历时喊着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 就赤着那巫鬼说 你这聋哑的鬼 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 再不要进去 那鬼喊叫 使孩子大大的抽离阵风 就出来了 孩子好像死了一般 以致众人多半说 他是死了 但耶稣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他就站起来了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 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明白我们所念的 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 来到天父你的面前 向你敬拜 向你祷告 这都不是偶然的事 主啊我们求你 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 让我们今天 无论我们在哪里聚集 当我们站在你面前 恭敬 谦卑 领受你话语的时候 你就向我们施恩 你就将你的心意 向我们显明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 领受你的话 也愿意 按照你的话语 尾声来遵行 好让你的旨意 你的恩典 能够真实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的家里 在我们的周围 能够彰显出来 主啊 我们这个世代 也像当年的世代 是一个不幸的世代 主啊我们求你 让我们基督徒 活在这个不幸的世代当中 让我们知道 怎么样警醒祷告 让我们怎么样能够 不败这个世代所影响 反而能够在世代当中 做光做眼 主啊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 你对我们说话 你是我们的老师 你是教导我们的 我们都是你的学生 如论你的仆人 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你的学生 求你向我们说话 向我们施恩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 我的题目是 家里的祷告祭坛 我们看到这个故事 一个父亲带着儿子来求医治 我们看到耶稣说 那个世代是一个不幸的世代 人人都遭受病魔的残害 都遭受到病魔的侵袭 不但是那个可怜的小孩子 受到乌鬼的侵袭 我们刚才看那个描述 非常的可怜 从小这个孩子就受到乌鬼的扰害 但是不但如此 事实上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 我们就看见 事实上当时的世代 整个犹太的百姓 似乎都不知道求告神 面对这个孩子的痛苦 这个父亲来求医治 他们却在那边辩论 在那边议论 在那边议论纷纷 甚至那个父亲也来埋怨 祖说 你看你的门徒都不能够做什么 似乎在那个时代 不但是孩子 我们看到受到病魔的残害 事实上那个整个世代 都在不幸的一个状态之下 都在一个 都在魔鬼的肆虐的蒙蔽之下 事实上那个世代 那些人应该是神的选民 他们应该知道求告神 他们应该知道 怎么来到神的面前 可是他们不知道 这个非常可怜的世代 整个世代 都遭受到魔鬼的残害 非常的可怜 我要用这段经文里面 的短短的几个对话 让我们来思想一下 这段经文 要告诉我们的重要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父亲 对耶稣所说的话 父亲怎么说呢 父亲说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这是这个父亲 带着儿子来求一致 对耶稣所说的话 这句话里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 什么毛病来 这个父亲说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他没有说 主啊 医治这个孩子 主啊 救这个孩子 他没有这样说 他说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 求你帮助 这个父亲的话 其实显明这个父亲 他应该认识神的 这个孩子从小 在这个病毒里面 他应该知道 去求问神 求告神 求主的医治 求上帝的 伸出手来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 这个父亲 似乎 好像述手无策 好像无能为力 一直到耶稣来了 听到耶稣 能够医治的时候 来找耶稣 他还是存着 半信半疑的态度 说 你若能做什么 你怜悯 你帮助 当对父亲 说这样的话之后 耶稣怎么回答他呢 耶稣回答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耶稣这话 非常的 有意思 因为父亲说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 求你帮助 但耶稣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耶稣似乎 用他父亲 所说的话 来反问他 其实不是 主能不能做什么 而是 你信不信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耶稣的一个回话 其实我们人 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来求告神的时候 若我们的态度说 主啊 若你能的话 这样 若你能的话 其实这是很错误的 对神是一个侮辱 说老实话 神当然能 神当然能 神一定能 问题是 我们信不信 所以耶稣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齐伯来书 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都会背识这个经文了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这话是很高的要求吗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这个要求很高吗 其实一点都不高 其实不要说上帝吧 人而人之间 若你对一个人 没有信心 说老实话 是对那个人 最大的侮辱 不是吗 今天我们人 活在人当中 你要是没有信心的话 这个社会 是没有办法建立的 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一定会垮掉的 我们都活在一个 信心的里面 人和人之间都是这样子 何况你跟上帝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这个不是高要求 这个是基本的要求 感谢神 这段话告诉我们说 到神面前来的人 不但要信有神 而且要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话非常的宝贵 我怕你背的时候 你要明白他的意思 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 我们不只相信神的存在 我们不只相信神的大能 我们相信 他会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爸爸你今天 把这个话 好好地放在心里面 这个父亲 把孩子来到 祖宗面前的时候 他没有这个信心 他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虽然是个神的儿女 虽然是神 认识神的选民 但是他却问说 你若能做什么 亲爱的弟兄姊妹 巴伯德这句话 深深地在你心里面 砸根 我们感谢主 神听祷告 神也乐意让我们 到他面前来寻求他 当这个父亲带着孩子 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主对他一点都不客气 就向他挑战 不是我能不能做什么 而是你信不信 这个父亲 圣经告诉我们 他立刻 圣经说 他立刻流泪 喊叫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爱我爸 不知道你能够想象 那部图画 当那个父亲 听到耶稣 向他挑战的时候 他跪下来 趴下来 他立刻 圣经说 他立刻流泪 喊呼喊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原文这个信不足 是说 我信 但求主帮助我的不信 因为这个父亲承认 他不但是信不足 事实上他是不信 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 一个醒悟 何等重要的一个转机 事实上我们要看 这段故事 你要看到 这是这个父亲 灵命的转机点 他的这个时刻 他俯伏在神的面前 他流泪 他呼喊 他不再 躲在 他的假象之后 他不是一个很坚强的父亲 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父亲 他是一个非常软弱的父亲 他是一个甚至是一个 没有信心的父亲 他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主的面前 承认说 我信 信不足 求主帮助我 这是一个信心的转机 这是一个生命的转机 他在耶稣的挑战之下 这个父亲受了圣灵的光照 他立刻醒悟过来 流泪喊着 求主的帮助 当然这个耶稣 圣灵告诉我们 耶稣医治的这个孩子 把这个孩子扶起来 把鬼赶走了 我跟这位 来继续思考的是 主在这个医治的故事里面 他的恩典 他的信息到底是什么 借着这个故事 到底主耶稣 或者圣经 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 不但我们看见 主的大能 主斥责乌鬼 远离这个孩子 而且永远不能够再 缠住这个孩子 不要再回来 干扰这个孩子 主的大能 主的斥责 赶走了这个乌鬼 不但如此 我们看见一个 很奇妙的事 很重要的事 就是耶稣 耶稣重建了 这个父亲的信心 叫他们能够 全家的蒙福 让我们来稍微 思想一下这一点 你想想 那天早上 当那个父亲带了孩子 要来找耶稣的时候 这个父亲 我相信一定 没有想到 问题不在这个孩子 问题是在他自己 这个父亲一定没想到 要得医治的 不然是这个孩子 他自己都需要得到医治 是他自己需要得到复兴 主耶稣 在医治这个孩子之前 先医治了这个父亲 在彰显医治的大能 在孩子把鬼赶走之前 上帝在这个父亲的身上 要扭转他的生命 扭转他的灵命 让他的信心 能够重新被建立起来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神为什么不只是 主耶稣为什么不只是 医治这个孩子 我相信这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主耶稣要是 指引这个孩子 没有帮助这个父亲的话 这个家回去 还是落在魔鬼撒旦的 挟支之下 这个家 孩子会落到 魔鬼撒旦的攻击之下 今天是孩子受攻击 明天可能是太太受攻击 说不定另外的人 又受攻击 主耶稣要来 重建这个父亲的信心 借着他的重建 要使这个全家 能够蒙福 因为这个父亲 必须要担起一个责任 因为家里原来 是应该有祷告的祭坛 这个家是一个 敬畏神的家 这个家应该是一个 感恩的家 这个家应该是 一个属神的家 这个父亲这么多年来 并没有好好的依靠主 家里面是有名无实 是个神的选民的家庭 但是这个家里面 荒废了他们祷告祭坛 这个家里面 没有敬拜神 没有感恩 非常可怜 所以亲爱的弟兄弟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耶稣在这故事里面 重建这个父亲的信心 目的就是要让这个父亲 看到他是这个家的关键 全家因为这个缘故 要蒙祝福 全家的转机 就在他的身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抱着让我们今天 从这个角度来看到 上帝给我们的心意 上帝给我们的信息 其实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要守安息日 每个礼拜 在礼拜五的晚上 傍晚的时候 太阳还没落山之前 要准备好 然后在礼拜五的傍晚 一起在神的面前 守安息日 这是他们历史历大的规矩 这守安息日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 看一些影片 和看一些报道 以色列人怎么样守安息日 其实很简单 他们就在 安息日开始的时候 这就是礼拜五的傍晚 全家都聚在一起 母亲要把桌子 摆设好 上面摆了两根蜡烛 然后把餐点都摆好 摆在他们面前 全家就围着这个桌子 坐着 然后这个母亲就开始 做个祷告 开始的祷告 然后呢 他们有一个一个步骤 他们在当中 不但是为了桌上的食物来祷告 感谢上帝的预备 上帝的恩典 同时呢 做家长的 也为在座的孩子们祷告 无论是儿子 女儿都分别的为他们祷告 那最后他们还有 在祷告里面还有洗手 洗手再吃饭 最后父亲 在剥饼 然后开始 当天的晚餐 这就是他们的 安息日的一个仪式 是全家在一起 等于就像我们今天的一个 谢饭祷告一样 只是他们比较丰富一点 内容比较更多一点 但是这是一个家 在神的面前 为他们领受的恩典来感谢 由父母亲来主持 这个安息日的这么一个聚会 所以换句话说 以色列人历史历代传下来的 这就是个家庭祭坛的模式 我不知道这个父亲 有没有按照这样一个规矩 守安息日 我相信是有的 因为这是他们的规矩 他们如果不守这个安息日的话 他们是会受很重的刑罚的 所以我相信这个父亲 一定也守安息日 但是我想很不幸的是 他只有那个仪式 没有那个内涵 他不知道 他担负起一个家庭祭坛的责任 他知道这个孩子 有这样的灾难在他的身上 但是他不知道 将这个灾难带到神的面前 求神的医治 求神的解救 所以耶稣说 这是个不幸的世代 连当时的以色列人 也都落在这个不幸的状况里面 虽然他们还守安息日 虽然他们也守规矩 但是却丧失了家庭祭坛 应该带出来的一个作用 在彼得前书里面 有这段经文 特别来勉励那些做丈夫的 就是使徒彼得 对基督徒的丈夫 特别有这段话的勉励 他说 你们做丈夫的 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因她比你们软弱 与你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她 这样便让你们的祷告 没有阻碍 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想要我弟兄们 特别注意两件事情 第一个 这里说 夫妻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这是第一 第二点 你们的祷告 没有阻隔 神建立他的家 是上帝建立的 在上帝建立这个家的时候 这个夫妻结合 成为建立一个家的时候 上帝预备好恩典给他们 所以夫妻是要一同承受 生命之恩 同时 夫妻之后做了父母 在这个家中 他们的祷告 神已经预备好 让他们祷告 没有阻隔 只要他们按着神的吩咐去行的话 他们祷告就能够达到神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描述 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 所以弟兄姊妹 接下来我要跟这位来明确整理的 就是下面的这件事情 祷告的祭坛 我们要好好的持续下去 火不能熄灭 我们必须要知道三件事情 第一个 家是上帝设计的 这个月来 我们一直在思想家庭 思想婚姻的问题 我爸爸的 我再一次在这里 呼吁 家是上帝设计的 是上帝建立的 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旨意 按照刚刚所读的经文 彼得前书那经文告诉我们说 上帝设计了这个家 上帝也为这个家预备了恩典 是生命的恩典 是上帝预备的 上帝设计了家 上帝也预备了生命的恩典 给这个家 做父母的 做妻 做夫妻的 一同的承受这个恩典 让这个恩典能够临到 这个家里面来 请问怎么样 我相信这位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一定都知道 夫妻相敬相爱 我们需要主的恩典 我们看到男女结婚的时候 彼此相爱 但是我们的相爱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的相爱会受 环境各有因素的影响 我们相敬 也需要主的帮助 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考验 会在婚姻里面 临到夫妻的身上 所以夫妻 你要相敬相爱 都不能只是靠自己 你要需要上帝的恩典 不但如此 当我们养育儿女的时候 我们也深深体会到 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 我相信 没有一个做父母的 不会体会到这一点 不管我们的孩子 多听话 不管我们的孩子 多么好念书 或者是多么的努力 我们都知道 这个孩子在长大的时候 遇到的挑战 遇到的考验 非常非常多 在外头遇到的事情 很多是不从父母 能够掌握的 我们真的只有 交在神的手中 求神的怜悯 求神的恩典 养育一个孩子 需要主的恩典 我相信每个做父母的 我们都会很深的体会到 不但如此 当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 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时候 我们更发现 我们需要主的恩典 信仰的传承 需要主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这里要宣告的就是说 这些恩典 上帝都已经预备好了 都预备了 因为家是上帝建立的 设计的 他已经预备了恩典 今天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做夫妻的 我们要从神来领受这个恩典 让恩典能够临到我们的家中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要知道 上帝已经赐下权柄 使我们的祷告没有拦住 我们要知道 神已经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上 赐下了祷告的权柄 基督徒很明确的 成为神爹的儿女了 我们有祷告的权柄 是上帝给我们的 亲爱的弟兄弟 我们要认定到这个真理 今天我们能够祷告 完全是神给我们的权柄 不是我们的虔诚 不是我们有任何了不起的地方 没有 我们的祷告 完全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 因为他把神而人的地位 给了我们 恩典的结果给了我们 而且不但如此 祷告的阻碍 在基督里面 也已经除去了 圣经告诉我们 会阻拦我们祷告的 就是我们的罪 今天在基督里面 基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 所以我们的祷告 在神边是没有阻碍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巴不得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有任何的罪 来阻拦我们的祷告 达到神的面前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在你的家中 在每个人的身上 你都要知道 你有祷告的权柄 你为神的儿女 你就有祷告的权柄 你在基督里面 你就知道你的祷告 没有阻碍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已经吃下了权柄 已经挪去了一些阻碍 若你我不祷告 你我真有亏欠 在这个故事里面 神告诉我们说 神已经在我们的家里面 设立了祷告祭坛 从某个角度来说 祷告的祭坛 不是你我去设立的 其实早就在那里了 神已经安排在那个地方了 当一对基督徒的夫妻 结合的时候 神已经在那个家中 设立了祷告的祭坛 因为你们两个人 既然是基督徒 你们就有祷告的权柄 而且没有拦阻 祷告是你们的责任 你们就应该祷告 你就应该有祷告的祭坛 在你家里面 所以亲爱的听众主 我们要知道 其实我们基督徒的家 神已经设立了祭坛 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不是我们还要苦苦努力 去建议什么祭坛 不是的 祭坛已经在那里了 我们要把那个火 眺望起来 我们要让那个祷告的祭坛 不要荒废了 亲爱的听众主 巴不得你我能够 在这样的真理之下 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做家长的 我们要负起责任来 祷告的 使祭坛的火 不要熄灭 亲爱的听众主 今天若你是家中的家长 若你是还没有孩子 你是夫妻 或者你是个人 也可以 那你的家 你就是有祷告的责任 你就是你这个家 祷告的祭坛的负责人 我们要担负你这个责任来 让我们家中的祭坛的火 不要熄灭 我们要知道 祷告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 祷告也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 一个家需要祷告 上帝已经预备了祷告的权柄 祷告的责任 祷告的祭坛在我们的家中 我们要担起这个责任来 而且祷告的祭坛 也代表着 我们是依靠神 祷告的祭坛表明 我们是一个依靠神的家 我们是一个全家 依靠神的记号 今天我们要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 一个孩子从小受到魔鬼的侵扰 就表示这个家没有依靠神 这个家是个空壳子 虽然是一个神的选民的家庭 但是却是在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之下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爸爸的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每个做家长的 我们都要把我们的家的祭坛 祷告的祭坛眺望起来 特别是在这个末世 在这个动荡 在这个多变的世代 祷告的祭坛何等的重要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爸爸的今天在这个星期的结束 你能很明确的感受到圣灵给你的催促 若你的家没有好好把祷告的祭坛 眺望起来 若你祷告的祭坛的火熄灭了 祷告的火减退了 主啊 求你眺望我们的心 感动我们的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巴不得今天这个故事 让我们看见做父母的 需要把祷告的祭坛眺望起来 需要在神的面前 担负起这个神圣的责任 再次的说 上帝已经把祷告的全病 赐给了我们 上帝也叫我们夫妻都在祖里面 神已经把一切的阻碍都挪去了 现在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祷告 不是上帝能不能够做什么 而是我们信不信 不是上帝能不能 是我们信不信 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家 祷告的祷告的祭坛 重新地眺望起来 复兴起来 主啊 我求你让这样的感动 临到每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每个人的家 都是祷告的家 是有祷告的祭坛 火不熄灭的家 求主恩待我们